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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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仪仙九弟 你万一你天归四降先路 之北冥草药成惊 是为何故 只为最 Billy 兄弟 是人的性命 你可知 心不能有情 若心不能有情 我愿永世为人 可谁又能逃过 宿命不乱回复 他体内有魅主残魂 即使你是一仙 降下这回生陷落 也就不回他 爱上他 你可后悔 绝不 好 你既不悔 本宗便将你贬为凡人 除尽精怪 否则 你将为行神俱灭 万劫不复 是 你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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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 你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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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天降仙路以来 草药精怪现世 相传 每逢月圆之夜 便有精怪 息人灵迹 害人性命 为此朝廷特班部藏药令设立尚庆司 以抓捕金怪 大人 那金怪向林中逃去了 恭喜九明大人 终于将这害人性命的金怪抓获了 九明大人 山间危险 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 拆下面具 我便是郎中阿九 不必换我大人 不忍欣 去毒屋头 中了我屋头的毒 竟然还能动弹得了 我不杀你 只不过这山间待久了呢 就需要点男人的灵气 来自补一下 他一介凡人 怎么能破了我们草药寨的结界 我把蓝根在这草药寨里修炼了一百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灵芝姐姐一样 去人间看看 刚刚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凡人 还是个难的 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 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间了 这人怎么不见了 小泼草 鬼鬼祟祟的 干嘛呢 板蓝根 好不容易捡个男人 可不能让他抢走 原来他也是金怪 我且问你 你有看到一男子掉下来吗 什么男子啊 我没看到 你去那个林子里看看吧 你当我瞎呀 老无头 干什么呢 你个六根不全的残草 也敢跟我抢男人 你 什么你的男人啊 怎么 他头上写你名字了 再说了 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不自量力 好你个小破草 零力不足 我先给点零力用 好你个小破草 你竟敢擅自跟别人结尾灵配 谢谢啊 谢谢啊老乌头 这人间男子的味道 真美味 找打是吧 我击中了乌头的毒物 又未将秦王所待在身边 不如静观其变 看他俩要耍什么花招 这真带劲儿 凡兰跟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回去禀报僧长老 说你善结灵配 至于你 你等我 以结灵配 你赶紧让他带我下山才行 头好晕啊 头好晕 那个 你我已结灵配 我命令你 赶紧带我下山 头晕 我 既然你自投罗网 我便将你带回赏青司 九弟 前世聂元未尽 你竟又遇到了他 当有凌处 乌封耳洞 冥冥中 灵配皆臣 理解 那与你 深思与共 昨夜星辰落入木舟 此刻只能回忆相遵 恍如梦人去无踪 深情太沉舟 谁又难读懂 我不敢换 遇见红尘丘龙 可谁又难逃过 宿命不乱会服用 若是谷底 重逢不为谁动容 指尖一盏 东风烂入怀中 我不敢换 遇见红尘丘龙 身后落雪绕过 半身如今无霓虹 前世看风未跌 也飞过你北风 不过平时一场梦 我们家九神医啊 是不是风度翩翩 气宇昂昂 是 是吧 这别命的哪个姑娘 不被我们家九神医 迷得五迷三道的呀 但是 我们家九神医自如在此 人家自在于卦福祭祀 压根就不计女神 九神医来了 九神医来了 真是有女神医 干什么啊 来 走过来 走过来 还有这个鬼啊 九神医 你们特别碰 是有神医了 九神医了 看你还能装多久 张规的 张规的 张 你又是哪个鬼了 我方才坠崖 是他救了我 罪牙 你磨的是吗 你磨的是吗 老白 老白 我没事 那我给那位姑娘搞点鸡汤补补 不用 老白 不用 糟了 出来人间人生不稳 忘记这事了 金石一更 月黑风高 小心金怪 这金怪 向来诡计多端 先前他与我所验 究竟是何意 你我已劫灵配 我命令你 赶紧带我下山 还是先将他送去上青丝 日后再满满审问也不迟 该捞住 大琅琢 明天不见 请不解 恐惊 你po 新年 小小精怪 竟敢在我白草堂撒野 什么小小精怪 本姑娘有名有姓 现想名栏 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板栏根精怪 今日呢 幸得你相助 正式出生啦 大大包天 现在就送你去上青寺 定 好你个小小的呆郎中 还想把我送去上青寺 本姑娘 今日刚来到人间 眼睛还不够稳呢 还想你再资助几日 等吧 等吧 你个精怪 对我有什么活着 好你个呆郎中 我跟你说啊 你和我呢 已经结成灵配了 我是你的灵主 你是我的灵仆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懂了吗 小小精怪 满嘴胡言乱语 怎么胡言乱语啦 你看看这个 这是灵仆的印记 做好你灵仆的工作 直到我修为人行 自然会和你解除关系 放你离开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该上我的床 不就是个呆郎中吗 难不成还能吃了我 懂吗 我若是 真能呢 那你就试试看喽 大力一点 再往上一点 再往上一点 既然她清醒是我不能反抗 那今夜先委屈求全 待明早她尚未睡醒 就把上青四人马把她抓走 别想了 我呀 知道你在想什么 咱俩呢 现在就是灵配关系 现在呢 就是同死同伤 我若是有半点闪失 你呀 也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妖术 不信 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 可人是诡计多端 满嘴谎言 我说的是 我若有半点闪失 你也一样 你自己受伤 关我什么事 怎么呀 怎么样 没骗你吧 你呀 就过来乖乖的躺好 等我吸足了灵气 自然就放你离开了 乖啦 听话 这小兰 果真跟着凡间的野男人 撕跑出了结界 说话 是 他们还结为了灵配 那以后就是同死同伤之命 属下实在担心 这男子以凡人之躯 就能进入结界 这身份 怕是不简单哪 这小兰 生兴探玩儿 北冥国有到处都是上青丝的人吗 怕是会有危险哪 五头 是 你这就带人 把小兰找回来 切记 要小心行事 是 都 moving 好 方才梦中的场景 定是是惊怪作怪 现在正是下手的事情 掌柜的 掌柜的 门口的病人都排到残门口了 你快点起床在 谁啊 一大早吵吵吵的 谁呀 丑凹子了 你放开里面有人哪 没有人 没有人 是昨天那个姑娘吗 没有人 怎么会有人呢 里面没人的话我就进来了哟 没事 等一下 我进来了 掌柜的 有姑娘走 你找啥子 各位早上好哈 九神医今天献号 仅限十位 千道千点 好啊 今天就是你 是吧 就是你 是不是 臭妓 幻妓 掌柜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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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姬 螃蟹 和柿子 不能同时啊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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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金怪 出来人间到处闯祸 还是得把它看紧才行 我不用了 有意思 你只是想法 就行 快跑了 好啊 我 你快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神医 我的胸口好慌 你帮我看看 想不到你个丹郎中魅力还不小 引到这么多女子头坏松抱 就要胡言乐语 九神医 我说的是真的 伤务造 我们还是先诊脉吧 前入境我与他同死同伤 就无法直接从他去上京寺 九神医 我怎么了 而且他一旦被抓 定也会伤及我的性命 不行 九神医 我怎么了 还有的痣吗 无妨 只是偶感分害 吃服汤药就好了 区区一株板蓝根 卑不足道 随处可见 九神医就这么喜欢 小心 让我想救 疼死我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 你就按照上面缩写 每日复用就好了 谢谢九神医 我看你 板蓝根这个小破草 如今不化人形竟能施展法术 定是因为吸了那个郎中的灵气 不行 老娘一定要把这个男人抢过来 你干嘛 你给我定住 大郎中 你可不许乱动啊 这可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药玉 能够强身健体 疏通经路 最重要的是帮你把灵气补回来 外门邪道 是真的 我自小呢就六根不全 为了能修成人形 可是研究了好多不身体的方子 我跟你说 只要泡了这个 你身体肯定 肯定好 来 枸杞 补肾 黄杞 服气 最重要的是加上这个上好的挡身 补补血 都加上 这熬汤的方法 拿来泡澡有何用 别着急嘛 还有最后一味药益 没放呢 干什么 跟你一块儿泡呀 我板栏根修行百年 那可是上好的这个药材 再加上这几回 一定把你泡的白白胖胖的 相信我 别过来 你 你别过来 不要跟我客气 别过来 我让你别过来 救命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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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别说话 救命大人 哎呀 救命啊大人 我叫老母 我叫老母今天突发重病 我寝不醒 我这些 我这 真不知道该打扮了 你快救救她吧 求求您了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你先去门外等我 我一会儿过来 我一会儿过来 谢谢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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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 有正事了 那多忙 那多忙 你放心 今天不管多晚 我都一定会把你老母的病 给治好 可我不是说过了 不要来百草堂找我 为何还来 大人恕罪 主要是上青司出了大案 夜行枉命属下 立刻带你前去 所以 什么大案 明知 逃了 救命大人 叶秦王 叶秦王 属下来迟 不愧是九明大人 九明大人好身手啊 叶秦王 好剑法 九明大人天赋一饼 武功高深莫测 在我北明抓捕金怪 可谓是第一好手啊 幸得叶秦王赏识 属下才能进入上青司 为民除害 我对你讲过 百人不在世 你我兄弟相称 不必拘离 杨贵正传啊 自我上青司成立以来 可从未有金怪 能逃出这藏药香 此事你怎么看 这青怪一旦进入藏药香 便没有办法化成人形 更别说施展法术 如此看来 定是有人在外配合 不过这灵芝身负重伤 走不了太远 属下会尽快将其捉捕归案 好 最好是将其同伙一并拿下 就是得 有劳兄弟再出手一趟了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是灵芝的印记 是 这青怪啊 在我北冥时 愈发的无法无天 给我定住 你啊 就过来乖乖的躺好 等我吸足了灵气 自然就放你离开了 乖啦 听话啦 这如此下去 便会祸害男子 为非作胆 其人太深 军兵 你这是怎么了 身子没事吧 无事 徐氏新来过于劳累 干火伤你 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上青丝 怎么管得过来那么多的精怪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对了 这藏药箱可否借我一用 去 趁着板栏根现在睡得这么熟 用秦王所将他牢牢捆住 他便再也不能施斩法术 带他变回原形 就将其锁进藏药箱 带郎中 你乖乖的 我会好好的你 今天我定要把你这个小妖精结局 不好 对了 带郎中 你在干嘛 我在想 你是不是饿了 我 我 你是不是 我 会 你在干嘛 与到我 领主自愿解除 否则无他法 咋归了 这不是你经常拿的板栏根吗 这是 你先把它放回去 别让它过来 嗯 你慢点儿些 在那儿 九神医 求你救救我家娘子吧 她 带老周 带我去 老白 看店 我 我 自我上钦丝城里以来 可从未有尽管能逃出这藏油箱 大人 大人 小女一心向山 从未害人性命 灵芝姐姐 她怎么会在这儿 灵芝精怪 自我上钦丝城里以来 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油箱 啊 如此看来 定是有人在外配合 灵儿 我已经让大名鼎鼎的九神医请了过来 应该是她潜入赏青寺 她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的医术 只医人 不医金怪 九神医 定 九神医 我没想到你也是心存偏见 狭隘之人 我知道 百姓都对金怪避之不及 唯恐被害之性命 可我与灵儿夫妻多年 她心地善良 从没做过任何的坏事 当初 若不是因为遇到我 而留在北冥国 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可没想到 她在出去采药的时候 被尚青寺抓了 我偷偷潜入金去救她 没想到经意外受伤 她这次的病 也是因为拼命对我疗伤所致 灵儿 尽管也有善恶之分 您既一惹人心 怎能见死不救 你走进去看看 说不定我有办法 我命令你走过去 你给她把麦 我且看看 她这是元气大伤 心脉耗尽所致 若是继续这样 只会漫漫枯萎化为原形 除非用灵佩的血 来滋养她的根部 方可痊愈 你与她 可为灵佩 我与她曾为灵佩 可她为了不伤及我的性命 与我解除了灵佩关系 无妨 只要灵之体内 有她的灵气即可 药坊一开 是否招办 你自己定夺 你自己定备不导 你自己定备不导 自己定备不导 你自己定备不导 我问我 你自己定备不导 我问你 我问我 请不导 我问你 你们想听我 你们你 你谁知道你 灵芝姐姐和那位叫梦芝的书生 感情真好 一个拼死疗伤 一个现血救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遇上这样的好男人啊 现血救命这事 恐怕没这么容易 什么意思啊 人血甚是珍贵 烧药差池就会危及性命 那精怪如今命不久矣 书生又岂会轻易冒险 你是说那书生会放弃灵芝姐姐 有我在你就不用担心了 人血珍贵 我们精怪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他既然自愿与你结为灵芝 那就是心甘情愿为你所用 你不要再劝我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你 他们果然要一起行动 这是九明大人的信号 以寻得灵芝精怪踪迹 立刻出兵 是 两次信号 难道发现了两只精怪 不好 大胆精怪 岂能容你在北明为非作胆 草菅人命 全不能让灵芝姐姐被抓 我们与尚青司无怨无仇 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 即使精怪害人性命 我们尚青司当然要管 谁说精怪害人性命 倒是你 黑派不分烂装无辜 让我看看 你这灵芝下 是什么险和之人 你这体会得灵芝 人生的灵芝 我们眼睹 赶紧 人生的灵芝 人生的灵芝 方洋 是迤过半生心 你幻想 你去看不微地飞过你眉风 不过凭生一场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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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凌儿从未害过人 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 从未害人 那你身上的血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自怨献的贤 凌儿重病不起 唯有这样才能救她性命 她从未害过我 反倒是屡屡救我的性命 就连那素不相识的惊怪 又愿意为我施法疗伤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你 那呆郎中说那梦汁 可能会危及性命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就在这里好好地安心治病 相信我 我会为他施法疗伤 确保他一定无事 他们真的不是坏人 他们看来果然不止一个金冠 把他抓回去 严加口问 慢着 我跟你们走 灵儿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寒闯苦毒十年 如今铸鱼出师 不可为了我 误了前程 灵儿 梦汁 松手 大人 他只是一件文弱书生 被我迷了心智 方才只是胡言乱语罢了 望大人能既往不咎 放他一马 小女灵芝 愿用我自己 换他前程 带他走 你们谁敢过来 谁敢不去碰他 放箭 我不敢捆遇这红尘 秋楼 可阿山又难逃过 宿命不乱为富庸 若是国地 重逢不为谁动容 却遇一件东风烂入怀中 我不敢哭遇见 故却遇见 在身后我选拳 刘 你骗了我 你根本没有遇我 你根本没有遇我 重劫灵费 对不起 太危险了 我不愿意 让你受伤 灵儿 若灵芝精怪带回上青司 叶亲王看来一定重重有伤 你们谁都带不走他 你小子 不识好歹你勾结精怪 还敢反抗 九明大人 我们上青司只抓精怪 不动百姓 是 大人 您这伤势 把灵芝带走 没想到少青司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 我 糟了 大郎中的 大郎中 大郎中 你人呢 你去哪里了 大郎中 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 又愿意为我释法疗伤 大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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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少青司无怨无仇 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 我 如果还有什么事 你能干嘛 我 你来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我本想着去帮灵芝姐姐 没想到遇到了伤青寺 结果我受伤了 还连累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本以为 灵芝一定会杀了那个树生续命 甚至 不怪你 凡人对我们精怪早有偏见 伤青寺更是宣称要斩尽天下精怪 灵芝姐姐 他要是被抓了 不行 我要去救他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想告诉你 我刚才在街上 碰见灵芝复复了 灵芝的棋子 已经好了不少 真的吗 灵芝姐姐 她逃出来了 你没骗我 你没骗我 这灵芝精怪 可否交由我来审问 你一向只管抓不问审 今日这是怎么了 那日北明山抓捕之时 我就藏生意 灵芝为未光怕热之物 向来不见烛火 可是发生凶案的民宅 却灯火通明 想来实在蹊跷 我上青司向来只管抓捕金怪 这查办案件 则是要递交大理寺审 这样吧 你所说一事 我会向负责此案的 朱少卿说明 争取查个水落石出 据附近的百姓说 那日夜里 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 可是案发之后 却不见踪影 若是我们能先找到 不在其位不谋其之 是 查办案件并非你我之责 救命 你以前可不是个好事的人啊 是 想必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 你这伤势怎么回事啊 小伤而已 绣扬几日便好了 我听寒夜说 今夜你一共想起了两次名利 难道有漏网之余 并无 你可知 为什么一株小小的灵芝 竟然能逃出我守卫森严的上青丝吗 是我让寒夜故意松懈守卫为之 我本想顺藤摸瓜 找到传说中的草药寨 再将那些金怪一网打击 可没成想 来救人的竟然是个文弱书生 可惜了 我知道 你并非凶手 今日放你离开 此日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老夫练丹三十余年 是不是草草药精怪我一文便知 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灵芝 与先前所补的灵芝精怪毫无关系 你老夫看 这分明是你守卫不立 才被人用礼貌换了太子 你敢说我守卫不立 够了 你 凌智一事不要生长 近几日家乡巡逻 由一日三巡改为一日五巡 一旦发现精怪无论罪犯 即可逮捕 即可逮捕 来 你的号 好 你稍等一会儿 谢谢 九神医在吗 掌柜的 有人找你 九神医 我们就要搬离北明了 临行前 蓮儿想亲自与您道歉 九神医 多谢你 愿意不及一族之别 为我看朕 还为我夫君梦汁 枕治伤口 区区小事而已 凌智姐姐 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真是太好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小兰 我们已经决定要搬离北明了 所以在临行前 特意来嘱咐你几句 北明国危险丛生 四处都有上青丝的人马 你要去哪里 你又还人行不稳 日后 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才行 知道吗 知道 但是 我不想你们走 我问你 你与那九神医 结尾灵佩几日了 半月有余了 不过我修行尚起 估计成人还得需要些时日 啊 凌智姐姐 你在干什么 咱们 该你给摇计成人 你不得不肯 必须要得更大 没得更大 没得更大 我再去哪里 亡在凌智姐 找一些草子 临行为 谢过九神医 我和灵儿多可有你们 才能保住性命 你记忆重君 如今放弃这大法的几保 虔诚 心可有不甘的 就神医说笑了 莲儿对我而言 胜过一切 大郎中 快扶我下来 废话 开耳花 开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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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蛮人 开耳朵 老师 这 九弟 你终归还是冬仙了 你们几个 我问问你们啊 大郎中 凌日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我 两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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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午 两宴 两宴 小小子 米金金花 她就是膳哪 她就是膳 你 她就是膳 셋 Hammer nei 阿九来啦 阿九 阿九 你们这世 即使相遇 也注定无法相守 不要一错再错了 阿九 你究竟是谁 我是小兰呀 日日在你手心上的那株板栏根 阿九 你怎么了阿九 阿九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阿九 怎么样 到底诊出什么问题没有 那眉相虚 虚浮无力 应该是 应该什么问题你快说呀 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 你看九神医的脸色白皙 嘴唇 也不够红润 一定是耗损太多的精元 才导致头晕发昏 完了 会不会是我夜夜吸食这丹郎中的灵气 再加上他昨夜又被我连里受伤所致 那应该怎么办呀 问题不大 我去厨房搞点鸡汤 加点红枣枸杞 补补就回来了 好好好 那你快去 快去呀 把那株人参也给我放上啊 知道了 快去吧 原来都是九神医为别人医治 现在终于也有人为他担心了 呆郎中 都是我不好 我再也不稀释你的灵气了 我现在已经成人了 你可一定要好起来 呆郎中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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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岚 不要走 你怎么了 谁啊 谁走在那儿 你给我出来 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 我去看看啊 嗯 我一会儿就回来 谁在那儿 你快出来 谁在那儿你 怎么了 你快 我刚想进厨房生火炖汤 就有人拉着菜刀 躲到后面去了 你看你看你看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谁躲在那儿 去看看呀 我不去 我这小生饭 扛不住菜刀才 你去看 还不给我住了 怎么是个小孩啊 你是哪个家的小孩 不是 你爹娘呢 别抢了老板 别抢了 大郎珠 你怎么起来了 我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 那臭小子在厨房偷东西 被我抓过阵子啊 这哪儿是小子 这分明是姑娘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可怜孩子 你看看 都脏成什么样了 老白 烧点热水给她洗洗 对了 对了老白 那个鸡汤也多炖一点 米饭也多来点啊 看她这样子 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 我记得 我记得 厨房里老白应该剩了些鸡汤 你快去喝了吧 行 我是说我饿了 我不管 快点 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们在干什么呀 这不是小孩子能看的事情 快睡觉吧 你怎么跑到外面来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刚刚吃饭的时候 看你心不在焉的 没有 你骗人 我每天都跟你待在一起 你看不开心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就是见到宁儿 有些感慨 她自幼 孤苦无依 现在又流落在外 以后的路 肯定不好走 你可能不知道 父母亲人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人 那阿九 你的父母呢 我怎么好像没有听你提起过 我自幼无父无母 于九月初九 在墙堡中 被山家的老夫收养 我的养母 在我年少的时候 就身患重病 于是我只能自学医术 不过最后还是无力回天 那你一定很孤单吧 我们金怪虽然没有父母 但我最有六根不全 两耳鼻 身心意 偏偏缺了身 眼看着我的族人 一个个都修成人形下山去了 唯独留我一根草 孤孤单单的 不过 不过 还好遇到了你 阿九 亲人就是亲近之人啊 那我们现在也算是亲人了 我要像你一样 严习医术 治病救人 有我在 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了 当 秋风吹散了云烟 嗯 遇见是一样的画面 是你走进双眼 晚晚 两岸影子倒影在湖面 下雪了 有你的故事走一圈 你替我当住了困难 好美啊 你 还饿吗 有你的故事走一圈 好美啊 还饿吗 就在每个有你的 慢慢瞬间 可以圈圈的涟漪 回忆当尽彼此心里面 推开一层层牵牵 回宿月色绵绵 找你我的情愿 这里走过那 又有人间 每分点的思念 就能走到彼此身边 此精怪法里之高强 真是闻所为恩 他一人之惊动 可抵得天下精怪 莲花精怪 他怎么会在这儿 救命 让开 道德不相为谋 天 助我也 安静 你早是我最信任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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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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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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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个人来到北明了 自从去年阿爹死了 阿娘改嫁 我就总吃不饱饭 所以来投靠奶奶 我好不容易翻过了北明山 有一对特别好的夫妻 收留了我几日 可是 中秋节那天晚上 他们却被人杀了 中秋 嗯 你说的可是 北明山脚的李氏夫妇 嗯 他们对我可好了 给我饭吃 还做月饼给我吃 就在我们吃月饼的时候 外面有人敲门 李大哥出去开门 然后突然就被 银儿 你可记得 来者的面貌 没有 但我记得 那人穿着官府的衣服 还拿着令牌 说要搜查什么的 可是天太黑了 我没看清他的脸 官府 我那时候太害怕了 就躲了起来 官府的衣服 还有令牌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是你认识的人吗 是最近坊间流传的甚广 所以我就好奇了一下 对了 霓儿 明天我们一起陪你去找奶奶 好不好 好 来 再喝点 放肆 放肆 你是说月圆之夜的凶手不是金管 你有何证据啊 属下已找到了案发当日的小女孩 她目睹了全城 可以证明来者并非金管 查案也好证据也罢 这都并非你我之责 我上青司的使命 是斩禁天下金怪 而非查案追凶 可冤不平真凶在逃 我们却还在继续抓捕金怪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既为金怪何来无辜 不 九明 我许你在我面前放肆 可若是你继续剑月职权私自查案 到时候惹恼了大理寺 就连我也很难护得住你啊 殿下 属下这就去搜查理事一家 这件事不用你亲自去 派人去盯着就行 眼下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即可搜捕全城 务必抓回灵芝 是 把您二送回奶奶那儿去了 这下终于能放心了 不过您二说得对 这集市还真热闹 小兰 我们还是尽快回白草堂吧 好嘞 急什么呀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要玩会儿呢 这是 好香呀 老板 这怎么卖啊 这给六文钱一两 上青丝搜捕金怪 这不走走走 闲杂人等 速速走开 快收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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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收起 она 快收起死 快车 呀 还com 小眼睛 这呆郎中 竟然冒险在尚庆寺面遣旧 因为灵芝一事 尚庆寺逐罗志一言格 看来不能让小兰 再在北冥带下去了 客官 您这是干嘛啊 不好意思 老板 这些香料多少钱 五元价照牌 你看 这些够过 好吧 好吧 快走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 这么多好吃的 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只是 你难得来人间一趟 不得尝尝人间的美味呀 快尝尝 这些都是老白的拿手菜 也不知道喝不喝你的口味 好吃 这呆郎中 想不到还挺会体贴人的 这个先给你 还要送我礼物 天哪 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向我表白了吗 人家还没准备好吗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为你提前准备的 一切路上可能用到的医务和盘缠 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 你一会儿吃完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就离开 离开 去哪儿 离开北冥 回草阳寨 我都成人了 为什么要回草阳寨 你既已成人 便不需要我了 你若留在这儿 一旦有人发现你是警官 举报上青丝 你便会有危险的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 你我恩怨两清 我赖在你白草堂 就是给你添麻烦 耽误你做生意了是吧 不是的 呆郎中 我 你我就此别过 江湖不再见 三 二 七 小兰 等一下 呆郎中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怎么了 后悔了 笨郎中 蠢郎中 杀郎中 本来以为你个呆郎中人还不错 没想到是个万恩负义的王八蛋 早知道让你在清水潭一直泡着好 让那个老巫婆把你抓着吃了 气死我了 老巫婆 老巫婆 是 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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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现在正是上青寺巡逻的时间 她该不回 小岚 海燕 九明大人 今日是否有抓到金冠 没有 今日未想 我知道了 这九明匆匆忙忙的所谓何事啊 属下也不知 她询问是否有金怪被抓捕后 就匆匆离去了 灵芝被捕那一夜 九明冻没冻过藏药箱 那夜殿下走后 她曾回过藏药缸 好 什么人 九明大人 大人 大人 这么晚了 您怎么在这里啊 赏银忘拿了 属下记得 她似乎在藏药阁 待了许久 她似乎 派人盯着把草堂 有任何风吹草毒 即刻上包给我 是 属下这就安排 什么人哪 快把屋放出来 好 好你个老屋头 快把我松开 住口 屋头就算了还老屋头 你礼貌吗你 小菠草 我可告诉你 你跟那个野男人 思逃出结界的事情 生长老已经知道了 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的 野男人 我看你啊 就是嫉妒我 我把他呆郎中给抢走了 想报复我 我一会儿就告诉长老厅 那太好了 你赶紧去告诉他 正好这生长老呢 也有一桩美事 要告诉你 什么美事啊 你既已成人多日 按照规矩来说呢 也该婚配了 我跟生长老商议过了 将你许备给黄芪 即刻成婚 鼓掌 黄芪 你 蓝 长老 板蓝跟我已寻回 另外 我还在北明山布了线索 那个郎中看到后 定会寻到我们草药寨来的 好 既然他能够破了结界 那就让我看看 他究竟有什么本事 是 是 来人哪 救命啊 来人哪 小岚 我在这儿 九十一 你终于来了 小岚 我来救你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呢 怎么了 幸好你及时来救我 因为我想嫁的人只有你 疼死我了 不疼 假的 你弄疼人家了 你不是小岚 不是又如何 她摆了根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的 你把小岚怎么样了 按照我们草药寨的规矩 她将于今日正午之时 嫁给黄芪 现在已日上三竿 你若是想抢亲的话 怕是来不及了 九十一 九十一 你说你 这是何苦呢 我 长老 我不要跟她结婚 我不喜欢黄芪 你看她那样 我不喜欢她 小岚 不要再闹了 你自由六根不全 不可离开姐姐呀 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这儿 我要跟灵芝姐姐一样 好 来人 把她的嘴堵上 小岚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你终于嫁给了我 兰 我也爱你 我也同意 好 集时已到 黄芪 安兰根 你们自幼相伴 共目天路天光 我今日便说主 为你们赐婚 九十一 这个小岚与黄芪一旦里成 你们的灵配关系 自然会解除 到时候呢 你从了我 岂不两全其美 你若愿意呢 我帮你此生荣华富贵 好不好 还请姑娘自重 你别敬酒不知知罚酒 九十一 九十一 你回来 你回 臭男人 你没有 від 你一个一人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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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回家 你回家 你回家 我回家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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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主 你没事吧 小岚 你要干什么呀你 有人要抢婚呢 是吧 这还得了 这太不像话了 这让我们草药丹的面 走往哪儿去啊 就是啊 成歌几童 让我们干什么 吹好 快退后 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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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大人在上 小参施礼了 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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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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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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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成六 成老 成老 祝小慎有眼不识泰山 冲撞了大人 还望大人恕罪 这代朗中竟然是个大人 我还在他面前卖弄法力 岂不是被削掉打牙了 小慎与大人虽素不相识 但方才一看出来 您资质不凡 并非凡人之局呀 只是今日之时 还望您能放过曹耀寨 张老放心 我此次茂然前来 其实只为遗事 你干啥呢 有事一会儿再说 你在干啥呢 娘子 什么娘子 皇妾 叫谁娘子呢 咱俩已经里程了 你看 现在太阳这么好 咱俩去吧 洞房 我 书书书 书什么洞房呀 你自己带上 刚刚找老话说 一半就被打断了 自然不算里程 我宣布 你我婚事 作废 这里这身喜福没脱 赶紧 练一群粮草 说不定 洞房还能用上呢 小岚 你进来 哎 小岚 你既已修成人形 为何还不解除与这位大人的灵配 而拖延至今呢 我 长老 我唯有与小岚同死同伤 在山下 才能护她平安 如今她既已归斩 我便可放心了 小岚 昨夜 事物不对 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只是北明城的确凶险 你还是留在寨中 比较安全 郎中 那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做彼此的亲人 一起研习医术 治病救人 你怎么现在就反悔了 小岚 你身为一株六根不全的板栏根 修炼百年不得长进 再错过与皇妻的婚约 此生便再无修仙的机会了呀 我压根就不想修仙 若不得自由 不能爱人 那做神仙又有什么意思呀 而且我现在已经成人了 我呀 要做的是小岚 晚风吹浮华之微冬 亭中月色几分朦朦 你当年那一言心动 孩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昨夜星辰落入某种 此刻只能回忆 多年前 福灵在山里和一位公子一见钟情 便和他一起到人间结婚生子 取了后来 这位公子为了自保供出了福灵 福灵 即便后来从上青寺逃了出来 他也失去了仙根 成了如今这种疯癫的模样 孩子啊 你真的还要去人间吗 我一日阿九相处的这些时日 我知道他品性纯良 医者人喜 他愿意为了我一个人来到曹耀寨 我也愿意为了他 到人间生活 阿九 无论前方有何险虚 我都愿意与你携手同行 长老 小兰如此幸福 我阿九亦以性命起事 并不负所托 善待小兰 拼尽幸运 一盏东风爱无回忠 夜晚护到周去 我不敢困扬着红尘秋龙 身后我寻绕过 白身若昔无霓虹 前世看风未跌飞过的美风 不过平生一场梦 九神医今天怎么还没出诊呢 咋了 今天到底还能看病吗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小兰 小兰 来了 来了 你可算醒了 感觉好点没有 还说自己是九神医呢 才淋了一点雨 就变得这么厉害 来 这是我特地给你泡的退烧药 你快赶紧喝了 压压惊 怎么样 这是什么药 无色无味 至青至透 我从来没有喝过 你赶紧喝了就是了 我可是板栏根精怪 那是我的洗澡水 自然这次退烧药喽 你好好休息 今日我替你看诊 大夫 大夫 你说我这嗓子能治好吗 那肯定可以啊 老白 把我那特制的风哈铃拿过来 这一晚下去啊 药道病除 你 怎么样 好多了 我跟你们说呀 今日 是个女郎中 这药啊 还真是有奇象呢 女郎中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所谓 改方林区 九神医进来身体抱恙 提此请小蓝神医 带为坐枕 那小蓝神医啊 貌美如花 人见人爱 和我们家九神医 更是株莲闭火 还请女抱狼除 说多了 对 我们家小蓝神医啊 不仅一树高操 妙生为春 那一碗风寒淋下去啊 保证药道病除 所以啊 还得请各位改访邻居 多多做宣传 我老妹在这儿谢谢各位了 谢谢 这白草堂啊 又出了一名神医 大夫嘛 谢谢各位啊 谢谢 你说九明之身一人上了北明山 回来时却带了一位姑娘 是 此女子如今在百草堂作斩 号称小蓝神医 一碗风寒凌可治百病 当初灵芝逃跑时 属下曾去百草堂寻找九明大人 她当时正在与这小蓝神医 共遇 九明大人还特意叮嘱属下 不要暴露身份 如今想来 的确是有些蹊跷 哎呀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对那个 小蓝神医颇感兴趣 被叫 去百草堂 是 有人吗 九神医在吗 哎呀 来了来了 谁呀 好什么呀 这老八又去哪了 是你呀 你母亲的病好点没有 九神医最近身体包药 所以我呀 替她来看诊 拖九神医的福 已经安然无恙 倒是你 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 竟能替九神医问诊 想必是有什么 过人之处吧 对呀 我肯定有我的过人之处啊 就算你的脑子有病啊 我也可以给你治好的 谁脑子有病啊 放肆 韩逸 不得无礼 是殿下 小兰神医 是在下 偶感风寒 身体欠佳 不知 小兰神医可有良方啊 有 包你药道病除 等我一下 那 我的独家秘方 风寒灵 一晚下去 立刻见笑 先付钱再喝药 那这一碗多少银子啊 五十两 五十两 你这门上分明写着五文一碗 怎么到了我们这五十两 你要喝就喝 不喝送喝 无妨 我来喂你看枕吧 我来喂你看枕吧 想必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神医吧 你要问什么枕啊 他都愿意花五十两 和我的喜 风寒灵了 以后你的风寒灵只能我喝 这药 药效不稳 怕误了大人的跪体 还是不喝为好 那就有劳九神医 为我医治了 这几个夜晚的人 停止了大人的距离 来 他也太独立了 我 Micha 和我 请走 乒乓 你快看我 乘乓 因为你什么不在乎 你怎样 你不认手 所以你不在乎 好 用我手 应是玛兰熬制而成的汤药 有名板兰根 寻常板兰根熬制的汤药 药效并不会如此强 也不过像这般无色无味 此板兰根定不是寻常之物 可是金怪所致 单凭一碗汤药尚难以断定 但草药精怪身上的气味很浓 若是能让我见上一面 老夫一闻便知 殿下 九明大人在门外求见 让他进来 是 九明啊 深夜前来 所为何事啊 当初我进入上青寺之时 你我便约定 卸下黑袍 我仍可坐回郎中阿九 如今我身体抱恙 百草堂事物繁多 我已乌暇分身 还请 叶千王兑现当日诺言 与我 卸下跪一 这人嘛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现在正是精怪猖狂之时 这尚青寺没了你 那还了得 再说 再说了 我听说这小蓝神医医术精湛 不也为你分忧不少吗 湘野小女 何来医术 我 我不过是看他可怜 收留几日吧 哦 你不来我还忘了呢 近日啊 有意狼独精怪作乱 此人行史嚣张 法术高强 我让韩业派人 缉拿了多次的武 此狼独精怪 将会在天灯皆是纵火焚烧 趁乱枪劫 若是你这次能够擒拿主持精怪 我就与你 谢奖归医 早就听闻这天灯集热闹非凡 是北明除夕以外的第二大节情 果然名不虚传 居士一刻放天灯 可不要迟到了 听说两个人要是一起放到天灯啊 就能永不分离呢 快走 快走 等白狼终来了 我也要跟他去放天灯 哇 好 晓岚姐姐 霖儿 霖儿 你也来这里卖天灯啊 对呀 晓岚姐姐 你看看我的天灯 来 小兰姐姐 九神医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她出诊了一会儿就到 我先过来等她 你家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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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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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 我们这块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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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这小子 这会挺好奇的 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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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 等她过来提私就好了 救命 救命 这呆狼中 怎么还不来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救命 大人 我们回去领赏吧 从今天起 我和尚卿司再无瓜葛 奇怪 难道是老夫弄错了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好香呀 给你看 这里啊 就差你提字了 一会儿时辰快到了 我们赶紧去放花灯吧 好 王爷 但是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能是老夫弄错了 属下无能 请王爷责罚 小兰 你想好许什么愿了吗 嗯 我要许你今生今世 不 生生世世都平平安安的 刚刚你一直没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危险了 这是我亲手制作的童心香囊 你时刻把它挂在身上 就像我每天陪在你身边一样 嗯 好 这样你的气味 就不会被赏青丝发现 你的平安 就是我许下的最大愿望 对不起 谁也会不会发现 此生气过 与此成熟 只此知生 与此邪狼 我陪你逃亡 是任何地方 人人是抵抗 世界的荒凉 城市在荒唐 生命在门上 也无妨 我陪你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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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老编我还藏了夫妻 都去放天灯了 以前还有个酒神医陪我来着 现在她有小男姑娘了 可怜我这个寡家故人 掌柜他咋自己回来了 踩走多久就累了 他在跟哪个说话 我们家才刚成立了 刚刚河边那么多人 我被踩了好几脚呢 你真大女的小友情没办法 上来吧 走喽 似乎给出见你是中了些 哪有 别乱讲的 种些好有福气 祖母不一定在祖母 这一望找酒神医探病 都挂不上号 这如今好了 我这腰疼啊 都半年了 这小蓝神医是什么来头 她的酒神医都没法给我瞧病了 下一位 你等一下 这是我们女神医的号 下一位 来 把手给我吧 姑娘 你这个月可是 鬼神医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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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小蓝姑娘看起来 崇慧口人 咋个偏偏是个精怪呢 老白 哪有 我就说掌柜的 一向不敬女神 就是被这鬼气多端的精怪 给迷了心子了 不行 那马上把这个事情 报给上秦司才行 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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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药 跟我来 凡事还是不可过度测诺 好的 来 阿修 我们必定好出去玩儿好吗 好啊 两位 吃点什么 你看看 想吃什么 这样吧 这个菜单上的东西 你都给我上一份 好嘞 跟我来一份 这么多 我们吃不完怎么办 再说了 挺浪费钱的 不是 你吃不完的 我吃 你吃了什么 你睡一会儿 她说就给我上天 那离开 你喝到小机 你喝到小机 她说老师 好吃 尝尝这个 你尝尝这个 好吃 老黄 问问您好 你说他们有没有 扣了谁众跨越宗族的真男人呢 老黄 去报案岂不是 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当掌柜的相爱不精对谁 偏偏找一只精怪那里 那么趁他们有啥子 贴数的癖好 不行 不行 我不能看到掌柜的 往火坑里头跳 你说你一直快下锅里急 你懂啥子吗 难为你了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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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是否现在动手 还不确认他是否是精怪 不要轻取完工 好 好 再说 九明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命人加强巡逻 看看能不能 探出什么风声 是 您拿好 看这个 看这个 快点 姑娘 看看咱家首饰 咱家这首饰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 您看看 这些都是最新的呀 是啊 您看看喜欢哪个 好漂亮啊 好看吗 好看 姑娘长得漂亮 戴什么都好看 这个也好看 好看 每个都说好看 怎么选呀 你这看的东西 我全要了 行行行 公子 您对您夫人那是真好 那当然 那当然 我的夫人 我当然要出来 是 是是 您说的是 都送到白嗓堂 好嘞 客官慢走啊 你方才称我为夫人 到底做不做数啊 当然不做数 这人间的婚事 讲究的是明媒正确 三叔六礼 四聘五金 其是我在人前那句戏言 就能做数的 小岚 你若真的愿意嫁 我定样样不拉 风风光光地娶你 自从到了人间啊 还想念起山里的生活 我说你怎么大卿尘 才要跟我上山采药呢 原来是想家了 好 其实啊 我是为了这个 自从下了山以后啊 这山间的尘露 就好久都没喝过了 真是想念啊 您喜欢喝尘露啊 那当然了 这天光和尘露啊 对我们草药来说 是最珍贵的养量 趁人以后啊 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就很久都没喝过了 我去那边看看 尘露 在门外收好 是 管仪 尚清司例行巡查 管仪 好嘞 快 进来殿内可有一样 呃 没有 没有遗所在 没有发现精怪 没 没 没有 没有发现金 金怪 对了 九神医去哪了 我家老母患病 还想找她开点药呢 九神医啊 九神医她们一大早就去 北 北明山采油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她呢 我也在等 慢一点 你累了 上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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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 里面 恐怖 很怖 不怪无疑 只可惜九明大人 替那女子挡了一剑 属下才未能得手 你说你伤了九明 是 九明大人对上青寺的战术 实在过于熟悉 还未动手便已察觉到异样 后来他更是掩护那精怪逃 殿下息怒 属下会继续派人锦盯白扫堂 只在将九明大人引开后放开 九明是尽怪吗 那你为何伤他 废 废 他伤是怎么样 他 线上无毒 应该不会伤及性命 12号 对